长年期是三周五双数年, 小德兰福传之友,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2024年7月5日, 耶稣基督, 耶稣时代的税务员都是很被犹太人背试的, 一方面因为他们为罗马统治者服务, 被视为是汉奸走狗, 另一方面因为罗马人没有给他们工资, 他们需要除了交给罗马人的税务以外多征收, 作为自己的收入, 行为看起来很贼, 所以当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跟税务员一起吃饭, 他们很不高兴, 耶稣为什么选边站选到税务员那边, 为什么选到罪人那边, 我们才是好人啊。 法利赛人好像有点道理, 因为在读经义里, 亚毛斯先知不是严厉谴责那些欺压穷人的人吗? 那些违背上主的人不是该受处罚和丧亡吗? 其实亚毛斯的谴责和警告, 像任何其他的先知一样, 是一个警告, 警告的目的是要罪人悔改而重获生命, 不致丧亡, 所以谴责和警告是一个真爱的表示, 慈悲的表示, 是对罪人的一个召唤, 很多时候, 谴责和警告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大的爱, 耶稣要亲近所有的人, 为的是拯救所有的人。 他亲近罪人, 不是赞成他们犯罪, 而是要他们悔改。 其实, 税务员固然是罪人, 但是法利赛人就不是嘛。 耶稣来为照教罪人, 治好有病的人, 谁能够说自己完全没有罪, 完全不需要耶稣的治疗, 谁不需要听上主的话, 不需要对听上主的话感到饥渴。 世上很多人都从这海走到那海, 从北方到东方去寻求上主的话, 但却徒劳无功。 读经依基督信仰, 不是东方的人如佛具或西方的人, 如诸多无神论的或不认识神的哲学家, 竭力地按住理智去寻求人生的意义, 或寻找神, 而是神主动走向人, 向人启示他自己。 基督信仰不只是凭人的理智, 相信一些可以明白的东西, 而是借由恩宠对耶稣的启示, 表示接受和服从。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,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, 欢迎您订阅分享,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福传。 请不吝点赞。 感谢观看